中方多字强调 中国一贯奉行不干涉内政的原则 从未也没有兴趣干预加拿大的内政 所谓中国干预内政 是彻头彻尾的政治谎言 中方对家方发布所谓初步报告 表示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 完全拒绝家方的不实指责和抹黑攻击 以就此向家方提出严正交涉 家方发布的所谓报告 充斥着可能或许潜在等似是而非的词汇 论据主要来源于所谓情报 却又称情报并不能证明事实 始终拿不出任何实质性的证据 这种充满意识形态偏见的报告 使家某些政客出于一己之私 刻意蒙蔽误导公众 指路为马 自相矛盾 极其不负责任 长期以来 家方在台湾 涉江 涉藏 涉港 等涉及中国核心利益问题上 粗暴干涉中国内政 在外国干涉问题上 家方应该扪心自问 自我反省 中方敦促家方 尊重和正视事实 摒弃意识形态偏见 立即停止 对中方的无端攻击抹黑 解雇 感谢观看